很多人會講綜合左岸重畫區那一塊 是因為其實那一塊現在整治的真的還不錯 如果是從空拍的畫面來看啊 或是你實際去那邊走的話 其實整體的環境還算舒服的 哈囉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三五香的賞屋 我是Ted 那我們今天的賞屋說說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綜合左岸重畫區 其實現在很多人都把它講成遠雄左岸 應該不是很多人講的 應該是遠雄自己講的 知道的太多了 綜合是新北市應該是人口最多的一個地方嘛 人口的密度應該也是最高 然後綜合其實是非常熱鬧 但是熱鬧到第一次去那邊很容易迷路 走進去巷子裡面找門牌的話 有時候遇到五尾巷會轉不出來 要不然就是轉個巷子出來以後 已經不知道自己在哪裡了 綜合發展得很早啦 舊市區當然有舊市區的問題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綜合左岸重畫區 也就是在河岸 其實就是河岸重畫區 那這個區域常常的賣點也是在講 喔 景觀阿 河岸阿 然後河濱公園阿 因為已經接近新北環塊了 所以 它的生活技能可能就 沒有辦法像舊市區那麼的完善 那我們從開發源起開始講 其實這個區域它開發很早以前 大概是1997年的時候 新北市還叫做台北縣 那時候叫的名字是什麼 台北縣側環河快速道路 接受我們現在講的新北環塊 那時候為了是整頓整個新北環塊 期望構成新北市各個區域的環道系統 進行聯繫新北跟台北市間的橋樑 那時候取得環塊的清建費用真的很大 所以為了避免政府籌錢而言不攻擊 採用跨區區段徵收的方式 1997年7月8號是發佈的 變更綜合都市計畫 還有擬定綜合都市計畫 到了2005年7月才發佈實施變更綜合都市計畫 也就是黃中橋撤 配合台北都會區環河快速道路 新北市側建計畫 那細部計畫裡面 修正式以及財產計畫之開發方式 及部分住宅區為公園用地 簡單來說為了區段徵收 所以要先釐清大家的界限 把地盤畫好 此細部計畫其實包含了兩個部分 也就是華中橋的兩側 那今天要講的綜合主案重畫區 屬於華中橋的西側 過去華中橋西側復屆土地受限於 堤防洪訊、地處偏遠以及工業用地等因素 一直沒有積極規劃利用 到處雜草蔓延 還有少數年久老舊的建築 大多是違規使用的鐵皮工廠 那到了2008年10月 就是依照土地徵收條例規定 辦理公告30天 公告期滿後 隨即辦理各項的補償費 救濟金、自動拆遷、獎勵金發放作業 同時陸續進行施作工區、圍禮以及拆除地上務作業 到了2010年整地工程完工 2011年3月才點椒土地 現在房子主流都是中小坪數 正常情況下回家就是以休息、睡覺為主 但是疫情期間居家工作 爸爸線上會議、媽媽做菜看電視、小孩子線上課程 除非是很大的空間不然一定互相影響 HPW550 W600 Kit 可以改觀大家的使用體驗 接下來是我們實測畫面 我現在切回正常模式 讓大家聽一下後面體驗 很大聲 爆炒的 很好玩 很猛 唱照模式 現在還有小孩聲音 電動聲音嗎 完全沒有聲音 完全沒有聲音 完整測試連結影片我們放在右上角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輸入折扣碼限時85折 那整個綜合左岸重畫區 總體的徵收土地面積為18.8公頃 包含了公共建設6.21公頃 還有建築用地12.59公頃 那它的範圍西陵浦前都市計畫區 東到華中橋南陵中和都市計畫工業區 北溢新北環塊道路計畫範圍線 那綜合環塊區段徵收 當初是第一次用DT的方式來辦理開發 全國首創齁 也就是大量以進民間的資金跟資源 那並且所有的開發行為還有計畫 都是由民間來參與製作規劃 反正就是那時候的市政府沒有錢 所以想要盡量的使用民間的豐沛資源 不過這個公共設施用地6.21公頃 當初是無償取得 節省了政府很多增購土地的費用 還有建設經費 主要的承攬商就是遠雄 其實現在綜合主任差不多20個案子吧 可能更多 但遠雄可能佔了7成5以上 遠雄至少15個啦 光是遠雄在那邊開發經費 就已經高達58億多 不過一樣全區是採取低密度開發 那律覆率也算高 因為現在河濱公園 很多人會講綜合主任寵王區那一塊 是因為其實那一塊現在整治的真的還不錯 如果是從空派的畫面來看啊 或是你實際去那邊走的話 其實整體的環境還算舒服的 那整個區域又是造正案嘛 零三旦都是造正嘛 綜合主任寵王區是造正 只要講到造正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講直白一點 反正我市政府或是我國家 我就是要讓這塊起來 只要是國家願意同入大量的資源 大量的資金的話 這塊就是得起來 我就是要把你炒起來 我就是把你這塊區造神 就是這個概念 可能會有些人覺得說 那造正很不公平啊 因為那個不是我們能決定的 對 有些事情 我們真的不能決定 小老百姓其實就是這樣子 但是其實很多造正的資訊啊 或者是有什麼重大的都市計畫 或是重大的開發 或重大的交通動線 其實也都是很早就公佈了啊 小小老百姓如果想投資的話 只好趁早進場 或者是真的想要買到便宜 未來真的會有前景的話 你只能提早進去 簡直便宜買 可是覺得這都不是非常好的思想 反正造正這兩個字呢 就是有很多他爭議性啊 這傷心事情王不提 接著我們來講一下他的生活機能跟交通動線啊 綜合左岸重畫區 也是綜合罕見的大型規劃的重畫區 整個區段有心電溪的水岸景觀景色 並且遠雄在2012年搭了一個遠雄左岸橋 那其實這座橋也非常漂亮喔 可以在那邊散步啊 騎自行車什麼的 2013年完工是台灣第一座由民間完全花費自己的錢建構 並且要長期的任養的跨體景觀橋 全長400公尺 而且它有著這個帆船的造型 就是呼應水岸的生活 連接下面的整片啊就是河濱公園 不過也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捐這個橋勒 當然是可以換龍基嘛 就是這樣 本區兩側被綠帶包圍啊 環河西路河濱公園 可以賞鳥騎自行車 壘球場 籃球場 恐龍主題公園 新南側沿的中原路規劃綠帶 作為住宅區工業區的隔離帶 長度約兩公里 左岸重畫區現在生活機能呢 大概第一個大家可以知道就是 綜合環球購物中心嘛 這可能不算區域內的生活機能啦 然後再來就是綜合的好四朵嘛 開車也要10分鐘到15分鐘 那其他包含 周邊的圓山路啊 明安街一帶都有非常完整的生活採埋 沿著中山路往中和站方向也有 大論發佳樂福等等 第二個咧就是板橋的普遷商圈 那由於地緣關係 本區可以迅速到達板橋的山明路 那一個區塊 甚至到江紫翠商圈其實也沒有很遠喔 交通的部分咧 因為有華中橋的關係 華中橋就是 一橋之隔進台北市嘛 只是這一橋之隔進台北市是萬華區 附近連外橋樑眾多 有光復橋、華中橋以及新北環塊 所以交通上除非自駕 否則都不太方便 但社區規劃都有接駁公車 2020年環中心通車以後 最近的有中原站跟橋河站 一距離遠近約步行8至15分鐘 因為整個綜合轉換區非常的長嘛 基本上8到15分鐘可以到這兩個站 但我覺得8到15分鐘都算不會想走的時間 中原站周邊為工業區江東繁忙 新北捷運局規劃第二期工程 至中原站東側中原溝 增設230公尺人形步道 2021年3月完工使用 大大縮短到捷運站的距離 避免人車增道 也提升周邊居民的休憩品質 綜合發展歷史非常早 所以人口密度剛剛有講過非常高 人口的膨脹速度也非常快 所以都市計劃一度是非常的溫亂 那以前又屬於台北縣管轄的區域 真的非常單 因為台北縣是整個一地大全嘛 不像台北市是集中這一期的 所以呢 綜合在缺乏規劃的情況下 就是有很多我就說像迷宮一樣的道路 就走進去可能走到單行道 或是走到無尾鄉都常常遇到 那不過綜合工業區 工廠大小林立其實是非常重要的生產力 早期的民生工業包含紡織業 印刷業還有食品加工業 其實在綜合大大小小的工廠裡面都很多 所以也是經濟來源之一 當初70年代的時候甚至還有很多電子 也電子工程啊 塑膠業五金廠等等的 這些都是當初綜合的主軸工業型態 到後來1993年北二高 就是國道三號正式啟用 並且2000年國道三號串聯六四號快速道路 才把這整個新北的交通動線 真的都算是串流的比較好了啦 整體左岸重畫區可能能講的東西就那麼多 因為真的很能講的都在綜合的市中心 綜合市區裡面 沒關係我們最後來聊房價的部分 整個左岸重畫區跟綜合市區最大的差異就是 左岸就是有河岸景觀 不會像市中心一樣啊 很多非常老舊的房子 或是鐵皮屋啊 還是有一些些小型的工廠之類的 因為河景所以當初也規劃了不少就是大坪數的產品 因為水岸庸市過去曾經開價到七字頭 那成交普遍是五字頭到六字頭 總價落在四千萬到五千萬左右 那因為生活機能未到位而且高於區域行情 房價支撐力道不足 2014年房市反轉後成交價大下修 因應總價的問題 所以建商通通改變策略 到後來最近幾年的產品 通通改成兩房到三房為的是總價 那可是單價可能還是慢慢抬起來了 主要是為了符合自助的需求 那加上現在又有環狀線通的多一個話題 可以支撐它 導致本來成交可能已經在四字頭 慢慢又超過五字頭了 那我們看一下案例 第一批的推案是中古屋 可以看到七年屋齡 2013年成交是一坪五十六萬到七十萬 但2019年就剩下四十一萬到四十八萬 那當然它交易比數是不多 第二個是左岸彩梅園也是七年的屋齡 在2013年的時候成交價有五十到五十六萬 但是到了今年剩下一坪四十二到四十四萬 然後如果我們看新屋的話 遠雄百富它是剛完工差不多一年 成交價從2020年四十五到六十萬 到2021年五十四萬到六十四萬 其實它是小幅的成長 而廣到達飛航兄的冠德無水印齁齁 屋齡商務三年嘛 2018年開始五十到五十五萬 2019年跌了一點點 到2020年也是四十五萬到五十五萬 2020年的年底是完銷了 我們再看一下實價登錄的平台上面有寫 綜合佐暗層化區的交易統計 近一年都有還漲的趨勢 那新屋成交是現在的平均值 可以看到五年成交價是49.33萬一坪 新屋成交是大概是每坪50.26萬 那近一年的成交價是50.31萬 所以其實是很平均但是還漲 所以我們總結一下 其實這整個佐暗重化區 不管房子蓋得好還是不好 但我有朋友是住在佐暗重化區裡面 也是住在遠雄案子裡面 那不過他家是還不錯 還沒什麼問題 但畢竟一間我不能夠拿一間來講全部 歡迎有住在佐暗重化區裡面 或是你是比較大坪數啊 總價四五千萬的朋友 可以分享你住進去的感覺 還有你的房子蓋的品質如何 底下分享讓大家知道 但我覺得整體住在這個區域 其實還是比較高消費的族群 然後自住族群 或者是真正想要自產 然後長期就是原有河岸的這個族群為主 去代銷業者的一些統計資料數據來看 大部分的買家是來自永和啊板橋啊中和市區 還有三重的中小企業主 整體來說屋主都是普遍的比較長期的持有 就有一些七八年的房子 他的交易比數其實不多 那由於75%以上的房子都是來自於遠雄建設 所以說他們的價差其實落差非常小 那可能最貴的還是高樓層 擁有河岸景觀的其實他們的房價 因為也稀有啦 可能屬於比較屹立不搖的 那不過要有再多的長幅 好像目前也看不到 最後整體的優劣是耶 自己覺得他真正的優勢耶 可能在於真的是有河岸 然後真的是有河濱公園 在整個中和老舊市區來講 到了這一塊他真的有 開過的景觀 律覆率也比較高 然後動序也沒有那麼近的一個區塊 如果自己開車的話 其實那個區域的交通是蠻方便的啦 當然你說上下班尖峰時刻 遇到塞車的事情 這是到處都是會有 可是自己開車的話 那個區塊我覺得是還蠻方便的 但是做大衝運作真的不方便 即使有環狀性我也覺得還好 不曉得住在那邊的人 如果你是靠著捷運生活 或是靠公車的話 可以分享一下 你真的覺得很方便的話 你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大家 那我覺得烈士的話 就是他的生活機能就真的不好嘛 就是你非得開車開一段路才會 不管是百貨公司啊 或者是大賣場啊 一定得開車齁 再來就是附近其實車還是蠻多的 還有有一些工業區 所以大家通勤的時候要多注意一下 因為工業區可能會有大型的貨車啊 卡車什麼的 以上是我們這一次對於 綜合左岸重畫區的分享 畢竟我不是綜合人嘛 如果有老綜合人 歡迎分享跟大家講講 你住綜合住這麼久 然後看到這個 左岸重畫區的時候 心裡的感受是什麼 或是你是從舊室去搬到 左岸重畫區的話 你覺得你的生活改變什麼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喜歡我們節目的朋友們 記得幫我們按讚分享訂閱 追蹤我們IG 想要有更多討論的話 歡迎去我們臉書討論區 想要支持我們 拍更多這樣子知識型的影片的話 可以訂閱我們會員頻道 或者是購買我們的LINE貼圖 今天節目就到這邊囉 大家再見 掰掰 我們到分明頻道 大家見面 我們下午我的影片 我們到下次見 然後看到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